踹共 然后我就以为说是 台湾人因为很讨厌共产党 所以是要踢共产党吗 所以叫踹共吗 哈喽大家好 台湾是不是有一个 原生中买的第一套房叫起家鸡 什么鸡 鸡给你出 有一些台语我觉得蛮可爱的听起来 我常常听到有人在FB上面 讲说踹共 然后我就以为说是 台湾人因为很讨厌共产党 所以是要踢共产党吗 所以叫踹共吗 出来讲 蛤出来讲 出来叫try 连在一起叫try try出来讲 你不要躲在键盘后面 出来讲 我一直以为是用脚踢共产党的意思 有一些台语真的很搞笑 但是我有时候我常常搞不懂什么意思 比如干规 我现在知道干规是 没有中奖的意思 一开始我以为是用那个感知去打 无龟壳 所以叫干规 差不多吧 因为你找几个 不怪啊都用那个龟壳里面放钱 咬咬咬咬 然后出来 他说要中没中 还是什么之类的 不准啊就把壳打坏 还有就是山小 山小是我以为是小山的意思 所以是什么意思 脏话 杀小 近看 看山大 也看看山小 啊 不是很懂 反正就是脏话咯 我刚开始以为靠背就是说那个人的后台很硬 所以就叫靠背 所以靠背也是脏话的一种吧 靠是哭的意思 那靠腰呢 就他肚子饿了啊 再哭啊 常常听到台湾言 讲老共 明明台湾言不喜欢共产党 为什么还叫 共产党是老共呢 我总在想台湾言可以不要这么可爱吗 通常是我跟你很熟 我才会叫你老什么是吧 然后加一个姓 老头 很熟的老朋友 在前面 加上老字 我第一次听到台湾言讲 阿公是阿兆吗 阿兆 阿公的台语怎么讲 你要讲的什么 公布电台 阿兵之声阿兵之声 所以阿公的台语怎么讲吗 阿兆啊 阿兵 好像是这样 台语不好 我都觉得台湾真的是太可爱了 就是 把不喜欢的东西能起得这么可爱的名字 老阿 你看 都是很熟的 他叫阿什么 不是吗 台湾人最可爱的不是这个吗 形容人很机车 你很机车耶 原本那一个词不是这样来 是怎样来 听起来很可爱 我刚才听有跟你讲 对 以前在看台湾的电视 有听过这个词 但是我当我真正的听到 台湾的女生讲这个词 我觉得 怎么这么可爱 因为本来是男生在骂 你很机 然后女生就会来管 你再骂账号就慢慢看 然后骂到最后就给他改词 你很机 车耶 这个词好像是在我面前演化开 还有一个台语叫 我敢讲 这句话也要搞笑 我是听一首歌 他一直讲 我敢讲 我敢讲 我跟你讲 但是我听得懂这句话 我跟你讲 对啊 我跟你讲 对啊 又跟你讲 不是意思吗 我跟你讲 不是就是我跟你讲吗 再来就是阿齋 以前一个 阿齋 阿齋 以前一个牙医师很喜欢讲这句话 每次给小朋友看牙子 然后小朋友就在那里 哀哀叫 然后他就一直在那里讲 说阿齋 阿齋 我 我不知道 你很常讲这两句话 阿齋 是不知道 我知道 是我知道 哈 我都搞错了 那我不知道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那这个我没搞错 阿齋 是我不知道 阿齋 我知道 阿齋 是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阿齋 是我怎么会知道 哇齋 是什么 这是我们这 上一代 出来的 出来的 出来的还有莫宰羊 莫宰羊是什么 莫宰羊是什么 叫你不要杀生 成熟是吧 还有一个更搞笑的 是叫GG 我第一次听到GG是在 以前当牙住的时候 听一个样长讲的 当时吓我一大跳 因为GG 我以为是那个男生 那个东西 我在想 想这么直接吗 穿是代表什么 哭哭 哭哭 哭哭是GG 哭哭 然后就打 打电话 哇 死了 哇 我没有 我不能了 我GG了 很女生用词 我GG了 然后 大家不晓得原因 吗 很喜欢乱传 就传出去 然后就大家 然后后面 就说啊GG 就变成 Good game 再来就是三八 从女儿子去幼儿园之后 她就开始 学到 这句 妈妈我在三八 这是我跟她讲的 你跟她讲的 我也没来到幼儿园学 不是 虽然这句话 女生讲比较适合 但是从 从女儿子口中讲 从来我觉得也蛮可爱的 我真的 笑了很久 三八不是女生在讲吗 男生在讲 三八 他爷爷讲的 他是从 清朝那边过来 清朝 那时候 洋人 到 中国以后 不能出来 只有三天可以出来 他为什么不能出来 怕 怕吓到人 不懂 就怕他吓到人 那时候 谁看过 那个外国人 你一时候外国人去到清朝 就到清朝 然后要在家里面 住三天才可以 不是都不能出去 女生都不能出去 那时候就是民属吧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因为属国啊 不是吗 反正就是不能出去 然后只有三天可以出去 历史 是有这一段是说 不太能出去 要透明日子才能出去 然后 那个 嘿Google 爷爷就说 你是爷爷还是谁讲 大哥讲 就是那个 三八 就是因为他们只有三天可以出来 8 18 28 所以就三八 你就看到那些人跟你的 印象中的 不一样 就奇怪的东西 就叫做三八 所以 奇怪的东西叫三八 不是说叫 谁在那边做怪啊 三八叫做怪喔 再来就是烦 台湾又不管心情多么糟糕 但是说烦 就是很可爱 很温游 有时候你完全看不出来 对方是不是真的在生气吗 然后不得不说 大部分的 台湾人在情绪管理方面 真的他们做蛮好的 每次跟台湾人聊天 很难理解对方 对我讲的话题感兴趣吗 因为不管我说什么 台湾人都会用 很辛勤的表情 来跟我讲说 哈 是哦 好酷哦 这里很多台湾人 不管对方的话题 是否感兴趣啊 他们都会用这种 礼貌的方式吗 或者 什么来回应别人 其实那是AI 真的人啦 我说以前的同事啦 看到其实是AI 然后还有台湾人还在讲说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会问你是否听得懂 我觉得蛮贴心的 因为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真的有时候我听不太懂 他们讲的话 确实常常听不太懂 我就想 他怎么知道我听不懂 还问我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觉得台语 怎么学的学不会好难学哦 台语就要去看天天开心 天天开心 YouTube上面看吗 我是有在听那个 广播 天天开心 他们用台语讲的广播 我做饭的时候会听 但是 听完了就忘记了 其实AI是要要讲 多讲是吧 其实AI 最好做一个就是 可以对话的 对话 就是他你不管怎样他都帮你讲 你就可以练习 你就很容易有环境 重点是你跟我讲就好了 随后听不懂 这个其实就是重点啊 别人会不耐烦 机器不会 对啊 人会不耐烦 但是 机器的话 你要他怎么会跟你讲 他不会跟你聊天啊 他只是会重复的教你这句话怎么讲 聊天 那很简单啊 你就 随便几个keyword 然后random 取出来 再加一个日期 然后或者地区 产生的事情 然后去问 你知道什么是吗 你就看你们两个就在那边聊 那你没洗一个 我不会呀 说不定洗了还能拿去卖哦是吧 生活先过得下去再说 就是说过不下去 所以要想办法去创造一些东西就来啊 好啦 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啦 拜 没说什么 不懂 没说没说 你上次我不是问你说失尊是什么意思吗 啊 那